租用老舊的透天措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 引進自動化的機械來進行咖啡包的分裝 集團裡面僱用了多名通緝身份的毒品人口 來從事作業員的工作 就像一個企業化的經營 他標榜著穩定供貨不斷貨 他們販毒的地區大概佩服整個大高速地區 專案人員偵辦多時 電視機成熟 來執行搜索大船來破獲這個犯罪集團 將五個人一網打盡 本大隊在這邊呼籲販毒是重罪 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賺錢容易 但是最後終究逃不過警察機關的茶器 面臨多年的徒刑到時候後悔目擊